謝謝各位 在星期六的時候來聽這個報告 然後我也感謝組織者邀請我來 share一些我們最近的一些發展的情況 那麼在這個報告之前呢 我希望首先呢 我希望得到大家的兩題 因為只有 開始說40分鐘 現在25分鐘 那麼 這是個挑戰 因為很多時候呢 我們想看過更多的一種 讓大家知道更新的東西 但是呢 有的時候呢 我們要照顧到很多後來的人 需要給一些background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可能今天就輕輕點水 把這個一些 用一些例子 能夠告訴你 我們研究的一些發展狀況 那麼呢 如果你有問題 我們再 你可以在開會以後 跟我進行一些探討 我首先呢 給一個outline 就是說 我在這個talk裡面 我希望講一些什麼東西 那麼主題還是biological rhythm 首先我會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複雜性 biological rhythm 在那個system裡面 然後我主要可能是用一些 一些例子 而不是說去把所有的機制都講得很清楚 那麼同時呢 因為我們是這個center的主要目的是 就是biomarker 所以呢 我可能會更注重一些 我們怎麼去 哪些是challenge 去能夠理解這些biomarker 從一些信號分析方面來著手 最重要的呢 跟我title有關的就是說 我們是用empirical mode composition 這個方式 那麼我們做 跟孟宗還有CK Norden合作呢 在近年是我們提出一個 比較那個 也不是說很novel 但是呢 是比較 覺得實際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需要cycle by cycle 一個分析 那麼呢 下面呢 在part 2 & 3呢 我會用兩個例子 來告訴你 有一些這種 怎麼樣的新的信息 從這些新的考量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會在discussion部分 談一談我們今後要做的工作 正如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的生物這個系統 我們在這個 是很複雜的 那麼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去 呃 測量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它會有很多的這種 rhythm 就是說這種節律 而且是在不同的 這個時間制度 那麼這裡呢 我畫了一個 呃 大致的 呃 呃 類似是 相當於是locked scale吧 呃 呃 從 呃 100赫兹 一直到年 比如說 呃 在今天下午可能有很多 呃演講者 包括我的學生 呃 呃 再往上走呢 就是每小時 呃 這裡我給了一個圖 就是說 是我們的所謂的睡眠的階段 從 呃 輕度睡眠到深度睡眠再 反而回到 呃 這個 這個過程呢 呃 我們在人裡面發現是有一個 比較好的90分鐘的cycle 呃 這個呢 我會在下面的slice裡面 會再提一下 那麼 很重要的另外一個rhythm呢 在我們的這個 每天生活裡呢 就是security rhythm 就是說每日的週期 呃 這個是跟我們地球之段啊 呃 長期的這種演化過程 呃 相關的 就是說你要適應這種 呃 長期的這種20小時的節律 另外當然也會有更長的 每個月的 甚至每年的這種 世紀的交換 呃 呃 不管哪個領域 我這裡列了很多 不管哪個rhythm 只要我們發現 它有一些變化 往往呢 是跟一些疾病 或者 呃 呃 這種呃 年老的疾病有關 呃 呃 舉很多 我們大概在clinical session 會講到很多例子 我只需要點出的 一兩個 比如說我們知道的心 心跳 如果有arrhythmia 那麼 有可能需要去check 可能很多有pathological condition 那麼 我們知道的 我做的很多呢 是secadian這個領域 那麼我們近幾年的研究都發現 就是 包括你的jet lag 你的shift worker 這些人 如果是長期這樣的話呢 會導致很多這樣的心血管疾病 包括甚至 今年發現癌症有關 所以也就是說 這些研究都表明呢 這個biological rhythm的重要性 以及 呃 呃 我們 呃 在一定的時候呢 需要去 呃 呃 這種正常的生物截律 呃 下面呢 我想 主要是通過一個例子 然後呢 告訴你這些 呃 生物截律的一些複雜性 以及其他的之間相互關係 呃 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不能夠講很多 那麼我今天主要講的呢 可能是在第二第三部分 我們主要是在這個時間尺度 呃 從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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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 我們用一個例子 就是用我們的 呃 心跳的這個 呃 變化 來做一個例子 這個時間尺度 是我講的 呃 這是 呃 我們首先知道心跳是一秒 但是呢 心跳是受呼吸影響 呃 其中一個最關鍵呢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Vegel Vegel Tone 呃 也就是說呢 你看到這很明顯 當你呼吸的時候 這是吸進吸出 你的心跳的那個 Hard Rig呢 是會變化的 呃 這個是實際路的一個 呃 心跳圖 那麼 如果我們簡化一下這個呢 就是說 呃 你呼出 那麼 呃 吸路的時候呢 你心跳會加快 這個原因是由於你的Vegel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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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出的時候呢 心跳會 呃 那個 減弱 是由於你Vegel Tone的那個 呃 呃 增加 那麼 這只是一個比較簡化的 我想告訴你 就是說 這個心跳是受呼吸的影響 那麼 再往上走一個Timescale 我們現在談談大概是在 10秒鐘的Timescale 這個尺度 這裡呢 呃 有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 Bary Reflex Receptor Reflex 這個什麼 就是說你的血管能夠感應到你 呃 那個血壓 那麼 它會從有一些Receptor 能夠返回到你的中樓來改變你的心跳的 呃 也就是舉一個例子吧 呃 很多人知道在你的脖子這裡有一個大的血管 如果你給它刺激的話 有些人甚至在那個進行那種 Competition 是吧 你給它一定壓力 這個人立馬就會滾倒 呃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這個 Bary Reflex 東西 就是說它壓力 它感受到了壓力 它為了保持血壓的正常 那麼 它大腦中樓就會傳一個信號 給心臟說 欸 你現在壓力太大了 血壓太大了 所以呢 要降低這個壓力 所以讓它心跳減慢 那這個呢 就是說是會造成有一定的這種 呃 Rhythm 這個Rhythm大概是在十秒鐘左右 但是呢 實際上 你會看實際信號發現 這個不見得是很準的 它是有一個範圍 這也就是說 我們後面會提到所謂的 Non-Stationarity的問題 然後我們繼續往 呃 呃 往上走一個Timescale 呃 這個是關於 呃 剛才講的Sleep Stage 你能看得很明顯 這是它的Sleep的 這個Stage的 呃 電話過程 那麼這是一個Cycle 另外一個Cycle 另外一個Cycle 呃 在不同的Cycle呢 你的心跳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你會看得出 呃 它也會出現一些Cycle 呃 可能那個 郭伯刀 呃 郭伯是在另外一面正講的這個話題 如果你需要去騙它的話 啊 可以 呃 隨後去看看它的威流 呃 這是另外一個詞 我們再往上走一下 那麼 這是Cyclean的 呃 就是生物中 日夜節律的一個 呃 控制 那麼 那麼很多人都認為呢 生物中呢 只是由於你睡眠跟清醒有關 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情 這是由於長期演化的過程呢 在你腦袋裡的一個hypothalamus的時候 地方呢 是有一個叫做 超級寒克逆的東西 我們簡稱它 XCM 那麼這個東西實際上是能夠 呃 控制你內在的節律 也就是說 你即使是在沒有 時間概念的一個 控制好的暗房裡面 它這個 呃 XCM呢 也能夠控制你的那個 生物中 那這是 呃 有兩個實驗 這是第一個呢 是在老鼠裡邊 它能够把电极插到老鼠的那个 这个SEN旁边能够插它的电信号 那么即使是在这个黑暗中 这个老鼠它也是会有这种 24小时左右的节律 那么也就是证明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你的内在的这个节律 是你有一个内在的生活中决定 而不见得一定是由外界决定 当然了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 光线光亮光暗的这个20小时的时候呢 这个环境实际上是通过有一定的这种 New on pathway是个影响这个生物中的这个节律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所谓的synchronization的这个过程 就是相互的那个interaction 那么当然我这里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details 但是这个point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这里的这个scm的输出 它能够实际上控制很多很多生理信号的一些 呃 昼夜的变化 以及暗示场所谓的变化 那么甚至在人里面 我们把人放在暗示里面 不知道时间 呃 他也不知道这个没有任何的交流 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就发现 即使你叫这个人 他不能下床 他的那个姿势是半糖 他吃东西的并不是每日三餐 他大概是每20分钟 或者一个小时给他一些小的这种snaps 那么你把他的那个心跳的这种呃 变化化出来呢 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好的这种呃 呃 实际上证明呢 这个是呃 scm是导致这些 类在生物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呃 我们叫做master circadian clock OK 那我讲了呃 从头到尾讲了呃 这一系列的 我们我想给你的印象就是说 你的心跳是由不同的这种physiological process 来控制在不同的时间之路 那么呃 呃 有一个点我需要指出在这里哈 这些过程并不是独立的 就是说你的呼吸 你的scalian rhythm 它们并不是说 简单的就是叠加起来放上去 它实际上相互之间是有呃 所谓的interaction 也就是说 不同时间你呼吸的pattern会不一样 OK 呃 不同时间你的v勾动也会不一样 甚至呢就是说我们在网上走一个尺度假 你在每一年不同季节你的生物中也在变化 导致了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一个network的一个景象 就是说呃 biological rhythm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呃 从外界的input 而是内在的一个整体的调和 它们互相之间会有呃相互之间会有自缘 或者是有一些network的feedback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呃有这种相互作用呢 正是我这个 这个要讲的一个呃重点 那么当然很复杂哈 但是我们会把有些东西稍微解化一点 呃 当然呃有有不同的所谓的interaction的东西 根据你呃感兴趣的对象 那么其中呢呃 呃这种我就呃细节的讲 就是说你有的人考虑不同的这种呃 血压血流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会讲 有的人考虑在不同时间尺度的所谓的呃 synchronization 1比3 就是说你呼吸几次 你心跳几次 啊 那么也有不同的这种proach呢 它可以研究不同的这种所谓的 有的是你看它的呃 rhythm的phase啊 有的是amplitude的 有的甚至是phase跟amplitude之间的这种相关性 那么有呃 很多人是在做不同的研究 那么我现在这个talk呢 我不想去给你一一列去 因为这个可能我估计呃 讲个三天三夜可能也讲过 那么我想呃下面呢 稍微要给你一个idea的东西呢 就是说很复杂呃相互作用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 复杂到你实际上呢呃呃去看那个生理信号 会发现呢 它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它有一个所谓的fractal的性质 呃这个这个图呃呃是表明啊只是一个例子啊就像一个tree structure 你看中面中面它总是有类似的structure 那么类似我们发现心跳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十小时二小时两小时24分钟这个遮起来的话 你很难区分说哎哪个是不同这个是两个小时这个是十小时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self similarity或者我们称它为fractal 这个为什么要谈到这个现象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在研究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bio marker 在很多也许或者是piologi condition有关的这个情况 那么基本上是有两个breakdown的东西 一个就是说它变得很规律 另外一个是变得完全没有规律 OK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这个你可能会问 你刚才讲biological rhythm 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因为呢 我们最近的发现 这个rhythm的变化 其实是会导致那个fractor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认为的 scn只是控制你的rhythm 但是你把这个sn去掉以后呢 它的fractor的pattern也变了 那么我就不细节讲这些分析的方法 就是如果是street line这里就是fractor 如果你的street line变了 就是说你的fractor的breakdown 所以这是一个在老鼠实验里 我们把这个scn去掉以后就发现 它大scale变成了wide noise 你可以看这个大概只是0.5的射出wide noise 那小scale变得更regular一点 就是说这个 所以这个所谓的expronement的slope的值变大 那么具体讲呢 就是说我们有些on-going的study发现 由于biological rhythm这个interaction 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根本的机制来解释 为什么有fractor 那么这个我们实际上 学生是刚从中央大学来的 江维因他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模型 就发现呢 如果你每一个这个有一个network 每一个是一个oscillation 不需要很好的oscillation 那么你有一定的coupling 但是你每个oscillation的那个周期不一样 你把它couple在一起 那么产生一定的randomless 比如说你把这个有的时候随机去掉 这样的话呢 你在某一些参数的时候 你能得到比较强的fractal 比如说在这个区域 这个coupling strength 在这个区域的时候 这个shaded area 这当然就是说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这个关于机制的解释 那回到我们这个想要做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还有七分钟来讲我的 有一些结果 我想应该是够了 两个东西很关键 我们回顾我们讲的这个fractor rhythm 第一就是说 由于它的这个很复杂的interaction 它有一个non-linear error 非线性 还有non-stationarity 非纹态 这里我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人的coupling temperature 还有一个是血压血流 脑部血流 你可以看得很明显 就是说non-linear error 它的shape不见得一定是sine side wave form 它可能是不同的形状 就像你呼吸 我开始前面显示 当然了 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Norden 或者是可以在下一个报告里面 讲清楚什么是non-linear error 什么non-stationary 怎么quantify的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talk来讲的就是说 那么你怎么去quantify这些非纹态 非线性的rhythm呢 那么当然是个challenge 我们很多人其实在做了很多工作 其中包括一个最著名的方法就是 是大家都知道的 Norden introduced的叫做EMD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 我们需要有一个理由 那么这里我只是用了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有一个很好的scily soidal的这个oscillation 那么呢 你加一些非常简单的random的trance 那么实际上我给你这个信号 你要拿回这个原来的信号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可以去做任何的polynomial fitting 但实际上你得出来的呢 并不让你满意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以前的方法呢 它是都是基于 包括那个腹力液全说 它是基于一个这个线性 跟稳态的一个假定 那么你如果在这么假定的基础上 去做这种fitting了 那实际上你很难能够取回 你所要的这个rhythm的这个就是这个wave 基于这样的考虑 当然这个Norden就是开创了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我想现在已引用了三十千次了 从它的paper的发表以后 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大概是怎样的 用这个方法 它能够decompose这个信号 很好的 确认出来了 然后原来的信号能够recover 很简单就是说 这个方法比以前的fullear-based的方法呢 有它的优势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实际的例子 是血流的一个真实图 那么它能够很好的把不同的rhythm分开 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你呼吸的 那么实际上我想讲的呢 EMD本身很不错 但是我们怎么用EMD 其实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这里我想讲的一个就是说 以偶尾你的EMD 它拿出来的oscillation 它可能是有那个飞纹态 那么我们其中一个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是不是你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这个 更多的那个信息 从这种飞纹态的 这个每一个的周期去做 那么这个不好解释 比较抽象一点 我就用个例子来让大家知道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研究的是脑部血流控制 简单的讲就是说 你的血压变化很快 突然掉下来 那么由于你的血流是 血压除以你的这个所谓resistance 就是你的阻碍 就是说从脑袋里可能有一个血管 那么如果你能够改变这个resistance 血流能够靠很快 如果你不能改变呢 那你的血流就一直跟血压一样 就是降低到这里 所谓就是人的脑袋里 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能够改变resistance 所以能够recover这个flow很快 刚才的那个图是 血压是一个step function 那么我们考虑血压 如果是一个oscillation的话 类似啊 就是说 它呢 由于它有这种resistance的变化呢 它的所谓的肺是会提前 就是说你看这个血压的 最高点在这里 但血流的最高点汇光来前提 这大概是2004年这个用这个EMD 第一篇关于这个血流控制 它能够很好的把很非常 从非常复杂的这个信号里面提取这个oscillation 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很明显 哦这个血流费时提前了 所以它那个是正常人 诶这个差不多它没有什么提前很少 或者甚至没有提前 说明它那个血流的控制有问题 这是用在一个比较特定的impervention 就是说它让subject呢 做那个所谓的wasawa-manewa 来改变血压 然后引起一个很大的这种血压变化 然后在血流的这种响应 那么在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种 不见得要去introduce这个血压的变化 只是从这个baseline的这种spontaneous的变化来做呢 那么当然了 这个结果是不错的 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baseline的情况下 就是它的血压血流都会fructuate 就是波动 那么我们去研究它的这种所谓的face的这种相关系 就发现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可以跟wasawa做的时候是类似 很高的correlation 然后我们用了一些criterials 希望做的是就是说我给你一个信号 你不需要去那个manually去做一些很多事情 你能够直接能够得到一个数字 能够告诉你是好是坏 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非常复杂 因为人的这个respiration这个frequency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血压的变化很好 所以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个0.1到0.3赫兹 这个作为一个boundary 然后呢去提取它的mode 然后我们可以很好地得到这种两个的 这个就是说match的这个oscillation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表明呢 control的时候的face比较大 然后呢在diabetes,hypertension,stroke 还有那个brain injury的时候 这个的指标会下降 那么讲到目前为止 我只是在给我两刀三分之后 我可以把下面的交往下 这个呢 现在讲的呢 它只是用整个的一个mode 去做这种分析 还没有足够用到 这个emd的这个特长 什么特长呢 就是说你的oscillation不见得是 一样的每个cycle 举一个例子 我要skip一些这种结果 举个例子 你去看这个信号 你把这个mode的body举出来 你去研究它每个cycle的frequency 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 0.09赫兹0.21赫兹这个范围 并不是说一个很稳定的东西 那么是不是每个cycle 在这个mode里 都能够给出一样的phase shift呢 其实不是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罗冯冯在2007年在BI的时候 我们两个坐在房间里 就说 也许我们应该看一看每个cycle 不是去看这个mode 那基于这样的考虑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把每个cycle的frequency 提取出来 然后再看每个cycle对应的phase shift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你去刚才那个信号 它能够cover 从0.09赫兹到0.2赫兹 那么实际上它那个并不是一个平的 去看它的那个那个face的shift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所谓的叫做 frequency dependence 它是在变化的 那么实际上用这个方法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所有的cycle能够拿出来 然后呢 根据它每个cycle 而不是根据整个mode 然后去看它的face shift 然后你可以其实上不是得到一个值 而是一个spectrum 那这个是为什么有利呢 就是说 因为刚才讲了很多就是说 biological rhythm并不是在一个timescale 而且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机制在控制它 血流控制也是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frequency或者timescale 它可能影响这个输出的结果是不一样 比如说 举个例子 这只是我在假设 也许stroke影响这个区域更多一点 而diabetes影响这个区域更少一点 或者是brain injury影响所有的区域 这个信息呢 就完全比给你一个值 要来的要更清楚 而且更有这种价值 然后呢 我希望再把类似的idea 就是说其实不是我在做很多工作 其实梦中还有很多这种学生在背后啊 好 现在是cycle cycle 你用这个idea 那么我们用在别的地方试试看 其实这是一个我刚才前面讲的所谓的 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就是由于呼吸导致的这个心跳的变化 那么这个表增了你的vigal tone的一个强弱 由于没时间我不想讲那个孟中跟我讲的那个 关于他们的车量仪器vigal老年变化 这个我们事后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聊一聊 看Norden是怎么去比弄中的这个vigal tone还要强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 我们respiration也是一个一个cycle嘛 那我们不是去看一个平均 只我们是去看在不同的这个cycle length的时候 它是怎么变化的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这个rsa的amplitude的 再plot出来根据它的respiration的这个cycle length 那你就发现很明显哈 这个年轻人很高 年老人很低 当然可能这里我们要某个人shift一下 孟中跟院士 而且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在时间从三秒到六秒的时候 你看年轻人它并不是一个平的 它是在变化的 我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机制是什么 但是至少我能告诉你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cycle by cycle的idea 能够更多的提取更有用的一些信息 由于时间关系呢 那我想我会三十分钟 比我预期的要晚一点 因为我开始有三十分钟 简短的给我一分钟 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信息 我希望你们能记住 也许你记不住很多细节 就是说这个biological rhythm的本身很复杂 那么如果你考虑cycle by cycle 你可能得更多的信息 那么长远来讲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follow up的这个东西 包括我列举的这里 怎么你rhythm很近的什么 分开它 如果你的这个rhythm突然有变化了 怎么去那个测量 那么实际上在clinical 怎么应用这些东西 那么我希望实际上你可以去不同的ception 或者甚至有的人 包括下午那个 这个可能我有一分钟的时候我在stress 所以我的名字我都忘记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不同的问题 我昨天跟那个彭教授 我们不能够谈到这个问题 怎么用一些方程或者什么东西 可以去更好地描述 做pediotic的一些行为 那么也许 肯瓦解 decomposition的方法能够更好 了解一些机制 另外就是说 当然了 我们这里只是去克服 non-linearity non-stationarity 但实际上呢 可能non-stationarity non-linearity 它们本身就是很好的把握 我想在下一个talk里面 那个院士 会给我们一个更精彩的这个讲解 那么我想感谢很多的合作者 包括从Center 台湾的 BIDMC的 从哈佛以及在UK的一些合作者 感谢大家的耐心 为我在这里 我看到很多人的时候 觉得是不是我太太应该到这里来 不是到另外一边去 行 谢谢 非常精彩的音乐 各位先进有没有讨论的人们的想法 可以提过来的 好吗 因为其实我今天听到的 其实我在多信号 以前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屏幕上面去看 它其实 屏幕上面看 其实是很多的局限 而且那边其实看不出什么 但是 还记得 但是 首先还感谢胡教授 多精彩的一个演讲 多丰富 就是说 你在研究了心跳的绝力的时候 我想呢 它的因子 除了是呼吸以外 有主要因子 有次要因子 对不对 那 你 有没有把所有的因子都涵盖进去 还是你只focus 一个因子 因为你这样的结果 你其他因子 会变成一个non-station 或是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有没有分 就要分成了 有主要因子 次要因子 然后对整个心理的影响 好 谢谢 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 1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就是说 我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 在实际 真的你做research的时候呢 我们不太可能 也就是说 你有很多 就像这波士这样子 就这么多的 你不太可能去focus 在所有的东西 你只能够抓住一些基本 那么 呃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研究 sequelian 你 我们不可能去研究 respiration 研究大脑 甚至这个high frequency 甚至seasonal 可能不可能 但是呢 我们每次 尽量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针对你要研究的 这个biological rhythm 我们去设计 一些实验 能够去让 让别的更 比较稳定 或者不去contribute 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contribute的时候呢 我们会分为几步 比如说 我大体的知道secretion 是怎样变的 然后呢 从这个变化的时候 再去挖掘 诶 这个的变化是跟 那个 你的 呃 方丈有关呢 还是跟你的 SN内部的变化有关 就是说 这个问题 呃 最终到 呃 我个人觉得 有些人也许不同意 需要 模型 需要一定 简化的模型 而不是说 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放进来 因为你放的东西越多 你的错误几率越大 这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相互矛盾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所有东西都近似 谢谢 这个做控制 这个做控制 我想刚刚 副校区道 很多钱 一个信号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卡普 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那怎么样卡普联统 我是觉得 如果控制的角度 来讲的话 我们有些是 比较强的卡普联统 就比较弱 就是怎么去筛检 我想怎么捡 我非常同意 副校区道的一些 那各位 先进 是不是带有一些 我可以讨论的 一些想法 谢谢 麻烦 好 谢谢胡教授 我每次听你演讲 都收获很多 那个 我刚刚就是 对你提到 那个 有关在MMFP 那个东西 那你那个IMF 在决定的时候 到底是要决定哪几个 然后做那个的分析 你是 首先 这个 很感谢你每次听我的报告 其次呢 就是说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 假设你是跟 脑部血流 这个 控制有关 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呢 是把 我们认为 能够值得相信的 cycle 提取出来 我们有很多各地人 我没有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讲 那么 有的时候 有一些cycle 比如说 是由于artifact造成的 我们有很多的criteria 在里面 去做 做筛选的过程 这是必须的 否则的话 你的 你的background noise 太大的话 就signal to noise ratio 太大 你的结果根本没有意义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你问的很不错 就是说 我们是 不是把所有cycle 都放进来 有一定的criteria 如果你需要知道细节的话 我们可以 还会以后调理 我想我还可以再 还可以再问 问个问题 还有点时间 大家我想 有一些疑问的话 还是趁这个 胡教授在的时候 这个赶快请教一下 欸 对不起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声音 雷声 打的时候 这个 小雷声 心跳 就比较 跳得比较 影响比较小 雷声很大的时候 影响很大 这个 这个 是透过什么的激转 来 给了声音 物理 物理那种震动的 这个声音震动到我们耳朵 神经 透过什么激转去 去影响这个心跳 嗯 嗯 这个问题实际上 还好 我有一个 同学正好是做声音 这种方面的 这种研究的 这个 我不能够装 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只是从 他的学历来告诉 声音实际上 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feedback的过程 就是从你的耳朵进去 它实际上有一个 所谓的频率筛选过程 那么你到达 这个频率筛选过程 可能是很物理的 不同的频率进去 但实际上呢 从这个声音进到 你大脑以后 你大脑怎么把 不同的声音组合起来 进行分析 实际上 这个可能是跟你问的 这个跟年龄有关 因为它这个 对声音的 不同的反应 是学你大脑 怎么把它综合起来 怎么综合起来 然后做出一点肯定 也就是说 比如说 你说的 问的这个问题 如果我一点idea都没有 我可能就没有response 但如果我知道一点的话 那么通过我 积累的知识 那么我可能 我抓到了这个信息 可能我的学生 那个Ben下午谈 做的那些 有些研究 关于这种 cognitive function 这种过程呢 可能跟你这个问题 有一些关系 就是说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听一听他讲 那就是说 总结到底就是说 我不能完全回答你的问题 但我的经验 就是说 由于你那个年龄的发展 你的大脑在发展 你的那个 neuron的network在重组 所有这些呢 对声音的这种 呃 接收以及反馈 这个 我觉得是 到现在为止 呃 还没有研究的 非常透彻 OK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最主要是那个 信号分析喔 就是说 采取对于某一个 新种 它的一个 一个 类似于萃取的动作 那我们比较担心 因为信号在萃取的时候 那这里到一个 就是它比较 变成非常robot的时候 那变成它可能会 针对某一个族群 它才是有用的 但是它对另一个族群 又变成它的用不又不是很大 那这个 我们很担心 就是说我们在做那个 信号处理 或者做model 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那会不会造成这种 在萃取这种 整个那种 那种过程当中 会造成很多 因为要fit 这些 这些那个 我们所谓的data当中 产生的一些 我们就一直 错误的认知 就会跑出来 那对于这一点 也没有一些仿佛的那种 那种 错误出现 我想是这个意思 这样 很快的答案是 应该是可能的 另外 我觉得 我在这一分钟里 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我实事求是 就是说 我想可能 我们可以事后再讨论 因为大家可能 有的人选择去别的会场 好 我希望大家都留下来 好 那个谢谢胡教授 就等了给你讲 好 我们谢谢胡教授